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5月7号晚上发布公告称 自2022年5月5号起 从亚素钢铁厂疏散平民的人道主义行动7号已经结束 整个行动期间有51人获救 俄国防部强调 每个被解救的平民都得到了安全和合格的医疗及心理援助 并在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的陪同下 前往他们选择的临时住所